今天就代客人來買一個鐘給先人 多謝客人的信任 後面也有很多鐘 希望可以選到一隻 性價比高的 讓這位先人去砌色 其實淋淋種種眼前有過百個鐘 對一些沒有這方面認識的朋友 真的有點難度 頭都暈了 所以客人就說 與其都不認識 倒不如全權交給我負責 太多款式 都不知道怎麼著手好 大可以縮窄範圍 用我們預算的價錢之內 去選一隻 比他價值更高的肉鐘 不過就算我經常和客人去買鐘 都選了很久 選了這隻青玉 我覺得這隻青玉都不錯 都要留意一下 正常的石紋 紋理就沒有問題 越淨價值就越高 這隻也很靜 超乎它的價值 我們都會用手去摸一下 摸一下這邊有沒有擀手的位置 看看底部 看看蓋面 如果我們決定了 就會在鍾底和蓋底 簽名去做實 就擔保不會去拌勻了 好 就選這隻 另外還有收據 和刻在鍾上面的字 的稿件 這樣選好了 先人就有個美中用了 如果大家在人生畢業禮上 有任何問題 歡迎找回我們美善生命 總之 在柴上 你走到柴上 在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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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上 在柴上 柴上 在柴上 在柴上 柴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